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历史热门节目 今天 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些引人入胜的历史事件和人物 让你大开眼界 首先 我们将揭开林彪坠机事件的神秘面纱 这起事件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 还牵扯出蒙古绝密报告和克格勃的介入 让人不禁思考当时国际局势的复杂性 此外 蒋介石对林彪的情感反应 以及林彪写给他的信件 让我们重新审视这位政治人物的真实身份 接着 我们将讨论当前中国社会的挑战 包括对毛泽东诗词的争议 台湾企业撤出中国大陆的潮流 以及中美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 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 折射出中国当前的社会动荡与不安 不仅如此 我们还会回顾毛泽东第一次创业的失败 这段艰辛的历程是他成长的重要转折点 告诉我们面对挫折时的坚持与反思是多么重要 此外 邓小平在黄山与香港剧组的偶遇 象征着文化交流的开端 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我们将揭示这张珍贵合影背后的故事 展现时代的变迁 还有许多火命八字的杰出代表 如马云 毛泽东 孙中山等 他们的故事不仅展示了他们的成就 也激励着我们在追求理想的路上勇往直前 最后我们将探讨李大爷在毛泽东画像前的怒吼 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 更是那个时代农民新生的真实写照 这一切的故事都在等待着我们去探索与思考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中国历史热门是一档旨在向观众推荐和分析各种热门历史节目的独立节目 今天我们将介绍六个引人注目的节目 探讨其中的内容和背后的历史遗憾 一 蒙古绝密报告 克格勃特工披露林彪坠机细节 蒋介石曾为林彪落泪 林彪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 暴露了他的真实身份 《微语看世间》2024年9月18日 节目来源《微语看世间》 节目《微语看世间》深入探讨了 1971年9月13日林彪专机在蒙古坠毁的事件 并揭示了蒙古绝密报告和克格勃特工的介入 给事件增加了更多的神秘色彩 节目分析了林彪在坠机前 接到来自克格勃的警告 暗示他可能面临生命危险 并探讨了苏联对中国内部政治的影响 节目还提到蒋介石对林彪坠机的反应 甚至流下了眼泪 并展示了一封林彪写给蒋介石的信 信中林彪表达了对蒋的敬意 和对中国未来的思考 强调团结的重要性 节目通过这些资料 让观众看到了一个多面而复杂的林彪 并探讨了他坠机背后的权力斗争 2P毛泽东狮子不入流 国企官员惹祸 台速高管赴大陆遭边控 无法反台 57%台起 正撤出中国大陆 中共军人网络窃密 遭美司法部起诉 红卫兵宋彬彬去世 曾为文革恶行道歉 深圳日本学校南童遭袭击 新唐人电视台 节目来源 新唐人电视台 社会的多重问题 包括毛泽东诗词的争议 两岸关系的紧张 网络窃密事件 以及社会安全问题 节目详细分析了国企官员 因批评毛泽东诗词 而遭遇麻烦的事件 并讨论了台速高管 因边控问题 无法返回台湾的情况 节目还报道了 57%的台湾企业 正在考虑撤出中国大陆 反映出台企对大陆市场信心的减弱 在国际关系层面 中共军人因涉嫌网络窃密 而被美国司法部起诉 显示出中美之间 在科技和安全领域的对抗 节目最后提到 红卫兵宋彬彬的去世 及其对文革的反思 以及深圳日本学校男童遭袭击事件 引发了对社会安全的担忧 3.毛泽东第一次创业失败 节目来源 李天豪 李天豪的节目讲述了 毛泽东年轻时 在家乡创办新式学校的创业故事 节目详细描述了 毛泽东在资金筹集 教师招聘 和学生招生方面遇到的困难 以及最终运营不善 学校宣告关闭的结果 这次创业失败 成为了毛泽东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 促使他思考社会变革的道路 并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 4.70年代 邓小平在黄山接见了 正在拍摄《白发魔女传》的香港剧组 节目来源 老照片来了 老照片来了的节目 讲述了1970年代 邓小平在黄山接见 正在拍摄《白发魔女传》的 香港剧组的故事 节目展示了邓小平与剧组成员亲切交谈并合影的情景 这张合影成为两地文化交流的象征 预示着未来两地在文化 经济等个方面的进一步融合 5.优秀的火命八字们 马云 毛泽东 孙中山 刘嘉玲 梅艳芳 郭晶晶 小S 亮光闪烁跟猪猪吃瓜 不忘学习亮光闪烁 节目来源 猪猪金水 猪猪金水的节目 聚焦于几位火命八字的杰出代表 包括马云 毛泽东 孙中山 刘嘉玲 梅艳芳 郭晶晶和小S 并分析他们在各自领域中取得成就的背后原因 节目强调这些人物的火命特质 如热情 活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并以此鼓励观众 在追求自己的梦想时要保持一颗火热的心 6.1960年 他伪造周恩来总理签名 骗走银行现金20万 相当于今天4000万 竟在家中拿来烧火 中央震怒 周恩来亲批10天内逮捕 节目来源 齐人议事会的节目 讲述了一起发生在1960年的诈骗案件 李明凭借伪造周恩来总理的签名 成功从银行骗取20万元现金 相当于今天的4000万元 节目详细描述了李明的诈骗过程 及其后果 最终在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下 李明被迅速逮捕并受到重刑处罚 该事件揭示了当时社会的动荡与不安 也强调了诚信与法律的重要性 7.1951年 湖南老农当街骂毛泽东 指着画像说 这是我的敌人 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的节目 讲述了1951年 湖南一位老农李大爷 因土地改革失去生计 当街骂毛泽东的事件 节目详细描述了 李大爷失去土地后的困境 并探讨了土地改革 对普通农民生活的影响 这一事件 引发了人们对当时政策的反思 提醒我们 在推行任何政策时 都应考虑到底层人民的感受 以上7个节目 通过不同的视角和主题 向观众展示了 中国历史中的重要事件和人物 并引发了对社会 政治 通过这些节目 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那段历史 并汲取其中的教训和智慧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 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林彪坠机事件 这个在中国历史上 留下深刻印记的事件 至今仍然充满了谜团 1971年9月13日 林彪的专机在蒙古坠毁 这一事件 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 也引发了无数的猜测与讨论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内幕报告和资料浮出水面 让我们得以窥探 这个历史事件的真相 根据蒙古的一份绝密报告 坠机的原因并非如官方所宣称的那样简单 报告中提到林彪在坠机前 曾经接到来自克格勃的警告 暗示他可能面临生命危险 这份报告的披露 让人不禁联想到 在当时的国际局势 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无疑是权力斗争的中心人物 克格勃的介入 是否意味着 苏联对中国内部政治的深度干预 这一切都让人感到疑惑 而在坠机事件发生后 蒋介石的反应 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据说蒋介石曾为林彪的死感到惋惜 甚至流下了眼泪 这位曾经的敌人 对林彪的感情 究竟是出于何种原因 在一封林彪写给蒋介石的信中 林彪表达了对蒋的敬意 并透露了他对中国未来的思考 这封信的内容 让人惊讶地发现 林彪的真实身份 似乎并不仅仅是毛泽东的接班人 他对国家和民族的关怀 让人看到了他另一面的人性 在这封信中 林彪提到了一个关键的词汇 团结 他认为 无论是国共两党 还是不同的政治派别 最终都应该为了国家的未来 而携手合作 这样的观点 无疑是对当时政治局势的一种反思 也显示了他内心深处 对和平的渴望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情感 蒋介石才会对林彪的死 感到如此悲痛 然而 林彪的坠机事件背后 还隐藏着更多的故事 据一些历史学者的研究 林彪在坠机前的几个月里 曾经多次与外界接触 试图寻找政治上的出路 他的行动 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 最终导致了他 被迫逃亡的命运 这一切无疑是权力斗争的缩影 让人感受到 那个时代的残酷与无情 在这个充满谜团的事件中 蒙古的绝密报告 和克格勃的介入 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 林彪的坠机 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人物的悲剧 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透过这些资料 我们或许能够更深入地理解 那段历史 并对未来的政治走向 有更清晰的认识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我只能说 林彪坠机事件简直是 中国历史中的一场侦探小说 根据蒙古的绝密报告 和克格勃的介入 这个事件不仅仅是一次意外 而是一场国际间谍大战 你能想象吗 克格勃案是林彪面临生命危险 这简直像是007电影的剧情 难道苏联真的对中国内部政治 进行深度干预 这可是惊天大秘密啊 哎呀 楚天书 你这脑洞开得比宇宙还大 蒙古绝密报告和克格勃介入 你是看太多间谍片了吧 林彪坠机事件真正的原因 可能只是他在权力斗争中走投无路 选择了逃亡 至于蒋介石为他流泪 这可是政治戏剧的大结局 林彪写信给蒋介石说要团结 这封信可能是出于政治需要 毕竟在那个风云变换的时代 谁不会玩点政治手段呢 谢琪琪 你这魔说就是缺乏想象力 蒋介石为林彪落泪 这可是历史的戏剧性瞬间 想想看 两位曾经的敌人 却在这个时候展现出了人性的另一面 这可是史诗般的情感转折 而林彪的信中谈到的团结 这不仅代表他对国家未来的思考 还反映了他内心深处的和平渴望 或许正是这种情感让蒋介石感动的落泪 真是情深义重啊 楚天书 你这情感戏马眼的倒是挺感人 但现实总是比戏剧更残酷 蒋介石那时候哭得那么伤心 大概是因为他终于意识到 无论是国共还是不同的政治派别 最终谁也逃不过历史的掣肘 林彪写信说团结 那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在逃亡的路上 需要一个政治庇护 就像流浪汉需要一个避风港一样 这封信不过是他最后的自救手段罢了 谢奇奇 你这种现实主义者真是让人无趣 历史总需要一些浪漫与戏剧性 否则我们怎么去理解那个时代的复杂性 林彪的坠机事件 如果只是单纯的失败逃亡 那未免太过单调 然而 蒙古绝密报告和克格勃的介入 这些细节让整个事件变得丰满且有深度 这样的故事才值得我们深思和讨论 楚天书 你这么爱编故事 干脆去写小说算了 历史的真相往往比小说更为残酷和无情 林彪的坠机事件 蒋介石的流泪 克格勃的介入 这些可能都只是我们对复杂历史的猜测与拼凑 与其浪漫化这些事件 不如冷静地看待 理解其中的权力斗争和政治算计 这样才能真正从历史中学到教训 而不是陷入无尽的虚构与幻想中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推荐热门节目的内容 我们的目的是提供给大家不同的视觉 不等于我们认同或反对原创者的内容 更不是对大家的行为做任何引导 同时 我们对原创解读未必正确 请大家去节目的原创者频道观看 请给我们这个节目点赞 打赏 欢迎大家就节目内容发表意见 请不吝点赞